有没有这种感觉 生活在智能时代 我们有时很难分清幻想与现实的边界 从2013年到2022年 中国已经有900多个城市 加入智慧城市建设的行列 数字技术正从抽象的符号 化作一个个看得见 摸得着的生活场景 从出行到居住 从服务到娱乐 过去科幻大片中才能看到的情节 越来越多的成为人们的 亲身经历 与此同时 一大批新职业 在数字化时代中涌现 科技 激情 想象力成为扣开 未来之门的钥匙 新奇 冒险 探索 对新职业的憧憬 带有越来越多的 科幻色彩 谁不想成为 数字时代的英雄呢 机会来了 2021年 中国首批自动驾驶 全无人商业运营牌照 在重庆和武汉发放 被称为魔幻之都的重庆 又给人们增添了一项 魔幻感的新体验 很多生活在重庆永川区的市民 最近正在尝试一种 特殊的出行体验 他们可以预约自动驾驶的 网约车出行 当驾驶座上 真的空无一人时 会不会以为 自己在做梦 有点不一样 方向盘自己在动 这太神奇了 这起步也是 也是比较稳的 他遇到了这个斑马线 他还减速了刚才 感受到了吗 开得比我好 可以啊 一把轮 可以可以 一把轮过来了 老司机啊 老司机 老司机 我把轮延的机会 就像他是不过的 教堂的 就是他 á com 虚空 就是他 要不要 就是他 你们 说 对 他 有 他 他 人 我们请你家管一二一 什么样的应聘我看一下 面试官会通过提问 来观察应聘者的驾驶习惯 生活习惯 甚至是性格特征 达到要求的应聘者 将会有一个新的身份 自动驾驶安全员 他们就相当于 自动驾驶汽车测试的教练 驾龄三年以上 驾驶频率高的老司机们 都可以应聘 性格稳重 情绪波动小的人容易胜出 没错 这一点对自动驾驶汽车 同样重要 周勇就是这样 经过层层考核和面试 成为了一名自动驾驶安全员 他今年虽然才39岁 却是一名有着20年 驾龄的老司机 我非常喜欢车 上小学的时候在镇上 放学了 就经常追着车跑 我们那时候的理想就是 能开上自己的车 那时候就要天天开车 那是2002年 正是中国汽车产业 具有标志性的一年 轿车新品迭出 产量突飞猛进 全年累计生产汽车 325万辆 中国正从自行车王国 向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迈进 周勇这个追车人 年纪轻轻就成了有车一族 他驾驶的第一辆车是一辆载客中八年 这一开就是18年 那时的他不会想到 18年后的中国 北斗系统实现全球阻网 5G通信让万物互联 无人驾驶技术的突飞猛进 说不定哪一天 就让他们这些老司机无事可干 在这个智能出行 越来越普及的时代 周勇希望抓住机会 在自动驾驶安全员 这个新职业中 占个先机 上班了 我得把你们擦得亮亮的 让你们看得远 看得更真实 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 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安全员首要的工作 是进行自动驾驶车辆的上路测试 保障车辆在公路上 自动驾驶时万物一失 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安装好操作系统后 还不能直接去运载乘客 他们在独立上路之前的一段时间 需要安全员在驾驶座位上 陪同出行 也就是说 汽车本身就是驾驶员 而安全员是他的教练 全程监督自动驾驶汽车 在路上的各种表现 作为自动驾驶安全员 周勇不用手握方向盘 也不用脚踩油门 但是他需要全神贯注 道路上的电动车 需要周勇 特别留心 他随时会让自动驾驶汽车 做出急杀的举动 为了避免急杀带来的后车追尾风险 周勇始终要保持 随时切换到人工驾驶模式的紧张状态 每次上路 教练比驾驶员还累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 作为自动驾驶安全员 周勇要向技术部门的工程师 详细汇报这辆汽车的表现 速度控制好不好 驾驶是否平稳流畅 必让其他车辆是否及时 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改进中 训练好的自动驾驶汽车 将更守安全规范 在全世界 每年有90%以上的交通事故 是由人为因素导致 酒后驾驶 疲劳驾驶 是最大的安全隐患 而自动驾驶的车辆 全身遍布敏锐的传感器 雷达 摄像头 能看到人眼看不到的死角 脑子转得快 不受情绪干扰 永不疲倦 如果人类能够训练出 拥有完善系统的自动驾驶车辆 不仅可以将驾驶人 从重复单调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也能让交通事故大大减少 我现在按下这个开关 就换现了我们这辆车的自动驾驶大脑 就可以控制我们这辆车的自动驾驶系统 要让自动驾驶车辆越来越完善 就得让汽车的大脑积累足够多的经验 虽然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出厂时 已经安装了标准的交通法规程序软件 但是在真实的道路上行驶 汽车除了有智商还得有情商 这同样需要安全员来用心传授 现在我们这个终点是过了这个路口 就要靠边停车的 但是我们是执行 左边这三条道都可以执行 但是我们的车就停在那个 可以执行可以右转的车道 虽然是合规 但是影响了这个右转的社会车辆 这样不太合理 我们现在就停到安全的地方 把刚才那个不合理 记录一下上报 这个驾驶不合理 选择车道不合理的 对于自动驾驶安全员 让汽车自己上路时 把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 是永恒的职业使命 同学来 我给你大致讲解一下 这个三角形的这个按键 代表的是前进的 如今周勇已经开始熟悉 云端驾驶业务 未来像周勇一样的 自动驾驶安全员 借助大数据 在云端就可以保护车辆 与乘客的安全 数字化和智能化改变我们的生活 同时也在创造着 更多的新职业和新机遇 北京 创新制度 数字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超过四成 是中国唯一全市区域的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 先导区 从2020年开始 北京的海淀区 西城区 通州区 先后启动 数字卵声城市的打造 所谓数字卵声 就是仿照现实世界的某个实体 在电脑系统中 做出一模一样的虚拟体 通过这个卵声的虚拟体 人们可以看到实体的状态变化 同时进行交互和推演测试 数字卵声可以应用在各个行业 不论是一座城市 一个工厂 还是一台机器 都可以被模拟和测试 从而帮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 大大减少成本 提升效率和安全性 在航空领域 数字卵声系统 可以通过采集飞机飞行的传感数据 精确模拟飞机的运行状态 在虚拟的飞机上 预测真实飞机的运行状态 和潜在故障 在水利工程中 人们通过实时传感数据 将以情等数据 接入数字卵声平台 通过电脑程序 模拟洪水对水利工程的冲击 为防汛预警 防汛演练提供宝贵数据 数字卵声技术 正在让北京这座城市 拥有一颗智慧的城市大脑 车已经准备好了 对 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全都打开了 今天 孙池天要和同事一起 做图像和激光点云采集 身边的现实世界 即将拥有一个 虚拟的卵声兄弟 采集开始 这个采集车的顶部 搭载了五个非常高精度的摄像头 以及两个高线数的激光雷达 大家看到这个道路上 包括路面路两侧的树 布栏 以及更深处的建筑 我们都会把它的原始数据 采集下来 然后一比一的复制到 我们这样的虚拟的世界内部 借助采集的图像和点云数据 结合卫星图 地图 航拍 道路 建筑 植被 水系 甚至整个城市 都在这个虚拟卵声世界里 被逐步还原出来 随后你将看到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发生的一切 是如何影响到现实世界的 孙池天是一名数字 孙池天应用技术员 这个名字听起来 有些神秘的新职业 从业者主要聚集在北京 深圳 上海 广州 成都等城市 自动驾驶 将驰骋在虚拟世界里 这可不是游戏 真实世界的自动驾驶汽车 需要它的数字兄弟 提前面对风险 我们是将一辆 真实的自动驾驶汽车 制造了一个 数字短生的双胞胎 在虚拟环境内部 进行这个 数字化的双胞胎的一个测试 在虚拟的孙汽世界中 一草一木 都与现实世界相同 不同的是 在孙汽世界中 可以摆脱时间 空间的限制 模拟任意天气 任意突发交通状况 快速演练 可能发生的一切场景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有一堆 猫猫狗狗 成军结队地 穿过了满路 那我们的重驾驶车 看到这个场景之后 就会做出反应 慢慢地减速 然后直到 这个小狗的前面 当我们进行 非常丰富的 完善的场景测试之后 那数字化的双胞胎测试 通过之后 我们就认为它实体的 这辆自动驾驶汽车 也是比较安全的 才会让这个自动驾驶汽车 去上路 去实际运行 据研究 一辆自动驾驶汽车 要经过 177一千米的里程测试 才能证明 它的安全可靠 如果动真格的 100辆汽车 同时进行测试 完成这个目标 需要500年 而换到虚拟世界测试 这个时间将缩短到万分之一 这就是数字 联升技术的神奇之处 孙驰天是腾讯 数字联升技术总监 虽然仅32岁 却已是一个 数十人团队的负责人 他带领团队开发的 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系统 或2020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 创新技术奖 他的团队也被评选为 交通运输部 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每个人都会面临 很多次人生选择 每一个十字路口 总有一盏灯意外亮起 一个特殊的时机 一个特殊的人 扭转了孙驰天的人生方向 当然是李正道先生 正好是他在国内 参加一个活动 非常幸运能够机会 能跟李正道先生面对面 然后还正好他就是过生日 还给他送一张贺卡 生日贺卡 李正道先生还鼓励了我几个月 说这个小伙子不错 也就是希望以后 能给这个国家做一些贡献 从那个时候开始 很明确我要做科学家 李正道先生让我印象 特别深刻一点 是当时他已经80岁了 但每天还会坚持几个小时 做公式推导和计算 这个让我觉得技术 或者说是研究 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十年间 中国的科技高速发展 数字化领域的新职业 层出不穷 数字孪生应用技术源 凭着必时就虚的手段 解决的却是一个个 话虚为实的难题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中国花样滑冰队大放异彩 赛前在助力中国队取得好成绩的团队中 有一位特殊的教练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就能重现运动员的三维姿态和轨迹 其背后是人工智能训练师 通过算法将运动员的速度 力量角度生成大量数据 分析这些数据后 找出最佳的数据区间 这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师 带来的赛场革命 作为一个新职业 人工智能训练师 在2020年才正式纳入 国家职业分位引路 人工智能训练师 是通过人机交互等方式 对虚拟人进行训练 使其更好的理解和完成 人类的指令和任务的人员 比如语音识别 人工智能训练师 通过声闻识别技术 训练机器 使得机器能够分辨不同的人生 杭州 一个入网最深的城市 如何做到赋能机器 让人工智能更好的服务社会 杭州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团队 别出心裁 王蒙所在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团队 正在举行一场远程会议 他们准备借助远程会议摄像头 模拟社区环境下 监控拍摄宠物的画面 训练人工智能 在复杂环境下识别宠物的能力 对对对 让它从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走过来 这样 对 不错不错 给机器一张图片 它不是天然的就知道说 这个具体是谁 想要让它能够分辨 就需要人工智能训练师 用很多的训练数据 让它不断地练习 那人工智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当下王蒙所在的团队 训练机器识别的对象是宠物 他们首先对宠物进行数据标注 在宠物的脸上打上标记 然后让机器拥有分辨这些数据的能力 为此 王蒙研究了大量的宠物资料 同事戏称他为最懂狗鼻子的男人 我也不敢说我真的就是最懂的人 但确实可能看的确实是比较多 可能每天有的时候都要看上千张 几千张这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 机器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 很多时候它会犯错误 所以我们人工智能训练师也是需要去看一些这样的数据的 之所以训练机器识别宠物 是因为在宠物管理 宠物走失 宠物医疗等方面 都需要对宠物的身份进行认定 中国的宠物数量超过一亿只 近90%以上有过就医经历 这是一笔庞大的医疗费用支出 狗狗肯定会比人贵一些 因为也没有医保什么的 第一次拔一颗牙齿300多 然后17年的时候心脏肥大 花了6000多 本来保险公司有专门的宠物险 分担养宠人的医疗费负担 但是如果不解决宠物的身份认定 宠物险就势必搁浅 我们在15年就试水宠物保险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蛮担忧的 因为它确实很难控制风险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宠物长得都差不多 像那个笔熊 同样长着白白的笔熊 它来理赔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识别 它就是当时来投保的那只笔熊呢 所以这个点是当时很困扰我们的 那一段时间我们赔负率 已经达到了150%以上 刚开始 王蒙用人脸识别技术 解决宠物识别问题 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发现 与人类不同 宠物的外形变化很快 一次美龙就能使宠物大变样 研究似乎陷入了困境 但此时 从小养成的不服输的性格 让它没有轻言放弃 王蒙出生在新疆伊犁 2006年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3年毕业后 编一支从事计算机视觉技术的研发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方向 那天我们有些同事 在一个开放的场景里聊的 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说 没法去辨认这个宠物的身份 然后听了一会儿 我是觉得感觉好像我能做 然后就跟他们问了一下 其实那时候跟那些同事都不认识的 对 然后但是问了一下说 你们是要做这个笔纹识别吗 那如果找不到人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就这样 长期的积累 让王蒙很快在研发中取得了进展 宠物有自己独特的笔纹特征 而且一生都不会改变 王蒙所在的团队 利用这一特性调整算法 标注信息 给机器位数据 通过反复学习 人工智能逐渐掌握了 辨识宠物身份的能力 在国内外这个范围内 我们这个项目都是属于一个先进的水平 2019年 蚂蚁集团将笔纹识别技术 开始应用于宠物保险 宠物社区管理 以及寻找走失宠物等方面 从而解决了宠物身份识别的痛点 如今在工业 金融 教育 安防等行业 对人工智能训练师的需求越来越多 2020年 人工智能训练师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名录 成为分外抢手的新职业 科技离不开幻想 职业有赖于梦想 幻想和梦想 从来没有像数字智能时代这样 离得如此之近 机会就在眼前 为别人创造幻想 为自己实现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